货架上一片空荡荡 婴儿配方奶粉在全美大缺货 这可让新手妈妈急得跳脚 连跑好几家药局超市通通找不到 以这位新手妈妈来说 三个月大的儿子是早产儿 需要专门配方奶粉 面临相同处境的还有这名母亲 这名母亲焦虑到得在脸书社团询问 找奶粉成了母亲的全职工作 数据统计光今年四月 全美婴儿奶粉缺货率跳升到40% 供货吃紧除了跟疫情供应链有关 再加上奶粉大厂召回 疑似被克罗诺菌污染的奶粉 有连锁药店跟大型超市寄出奶粉限购率 甚至有家长异想天开自制配方奶粉 专家警告这么做可能导致婴儿心脏甚至脑部问题 现在白宫跟FDA也出面协调生产商 想尽办法解决奶粉黄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